第六十七集 那是一台正在建造的巨型粒子加速器 建造第二支太空舰队的计划取消了 全部资源用于质子工程 质子工程 是的 在场的人至少有一半不知道这个计划 我现在请科学执政官 把它介绍给大家 科学执政官刚想说话 工业执政官先说了 我知道这个计划 但是没想到已经进行到这个程度了 文教执政官也说道 我也知道 但感觉那像一个神话 科学执政官点了点头 是的 质子工程 简而言之 就是把一个质子改造成一台超级智能计算机 农业执政官看着他说道 作为一个广为流传的科学幻想 这大家都听说过 但要成为现实 还是太突然了些 对微观集成电路的时刻 只能在宏观中进行 而且只能在宏观的二维平面上进行 所以我们需要将一个质子进行二维展开 二维展开 把九维结构展成二维 那面积该有多大 很大 您会看到的 时光飞逝 六万个三体石过去了 在太空中的巨型加速器 完全建成后的两万个三体石 对质子的二维展开 将要在三体行星的同步轨道上进行 这是一个恒纪元风和日丽的日子 天空十分纯净 同八万个三体石前舰队启航的时候一样 三体世界的人们都仰望着太空 看着那个巨大的圆环 元首和全体执政官们 再次来到了巨摆纪念碑下 巨摆早已静止了 摆锤犹如一块稳定的磐石 凝固在高大的支架上 看上去很难让人相信 他曾经运动过 科学执政官发出了二维展开的启动命令 太空中 圆环周围有三个立方体 那是为加速器提供能量的聚变发电站 现在 它们的形状像长翅膀的散热片 渐渐发出了暗红色的光 科学执政官向元首报告 展开正在进行 人们紧张地仰望着太空中的加速器 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十分之一个三体识之后 科学执政官捂着耳机听了一会儿 然后抬起头来看着元首 元首 很遗憾 展开失败了 多减了一个维度 目标质子被减成了一维 一尾 变成了一条线 是的 一条无线细的线 从理论上计算 它的长度有1.5千光石 旁边的军事执政官不高兴了 哼 花费了一支太空舰队的资源 就得到这么个结果 这是科学实验 总有一个调试的过程 这才是第一次展开实验嘛 虽然科学执政官这样解释 但人们还是带着失望散去 可是事情并没有完 本来认为被一维展开的质子 将永远运行在行星的同步轨道上 但由于太阳风暴产生的阻力 使其减速 一部分一维丝还是落入了大气层 六个三体石之后 来到户外的人们 发现周围有奇怪的闪光 那些闪光成细丝状 转瞬即逝 出没不定 他们很快从新闻中得知 这是被展成一维的质子 在引力的作用下飘落到地面上来了 虽然这些一维丝是无限系的 但是它的合力场 还是能够反射可见光的 所以还是能够被看到 这是人们第一次看到 不是由原子构成的物质 它们本身 只是一个质子的一小部分 援手不断地用手去拂脸 哎呀 这些东西真讨厌 此时它正同科学执政官一起 站在政府大厦前宽阔的台阶上 我为什么总觉得脸上很痒呢 原手 这只是您的心理作用 所有伊维斯的质量之和 也就相当于一个质子啊 所以它们对宏观世界 几乎不产生任何作用 当然 也没有任何害处 就像不存在一样 但是空中落下的伊维斯越来越密 在阳光下 地面附近的空间中充满了细小的闪光 太阳和星辰看上去 都围着一圈银色的熔边 外出的人们身上也缠满了伊维斯 走动的时候 拖着一片细小的闪光 它们回到室内之后 伊维斯在灯光下闪亮 只要它们一活动 细丝的反光 就在它们周围描绘出了 它们扰动的空气的形状 虽然这些伊维斯的丝 只能在光线下看到 不产生任何触觉 但这也够令人心烦意乱的了 伊维斯的暴雨 整整下了二十多个三体石 这才停了下来 这并非是因为伊维斯都落在了地面上 它们的质量 虽然令人难以想象地微小 但还是有的 所以在重力下的加速与普通物体一样 但是一进入大气层 就立刻完全受气流控制 并且永远也不会落下 但在伊维展开之后 质子内部的强护作用力大大的减弱 使得伊维斯的强度不大 渐渐地断裂成了小段 反射的光肉眼看不见了 人们就感觉它消失了 其实伊维斯的尘埃 在三体世界的空间中 是永远漂浮着的 又过了五十个三体石之后 质子的二维展开第二次进行 这一次 地面上的人们很快看到了一招 当聚变发电站的散热片发出红光后 在加速器的位置上 突然出现了几个巨大的物体 都呈现很规则的几何形状 有球体、四面体、立方体和锥体等等 它们的表面色彩很复杂 细看发现原来是根本没有色彩 几何体的表面都是全反射的镜面 人们看到的只是被照应的 行星表面扭曲的图像 原首问道 这次成功吗 这就是被展开成二维的质子吗 科学执政官回答 原首 这次仍然不成功 我得到加速器控制中心的报告 这次少减了一个维度 目标质子被展成了三维 巨大的镜面几何体 以很快的速度继续涌现 形状也更加多样化 有环状和立体十字形 甚至还出现了一个类似于墨比乌丝带的扭环 所有几何体从加速器的位置飘移开去 约半个三体时之后 这些几何体布满了大半个天空 像是一个巨人孩子在苍穹中撒了一盒积木 几何体反射的阳光 使地面的亮度增加了一倍 并且闪烁不定 巨白的影子在这头到地面的天光中 时隐时现 左右摇摆 接着 所有的几何体开始变形 渐渐失去了规则的形状 像受热融化似的 这种变形越演越烈 变化的形状也越来越纷乱复杂 现在天空中的东西 不再使人联想到积木了 更像是一个巨人被肢解之后的肢体和内脏 由于形状的不规则 他们散射到地面上的阳光 均匀柔和了一些 但其本身表面的色彩 却更加怪异和变幻莫测 在布满天空的这些杂乱的三维体中 有一些引起了地面观察者们的特别注意 首先是因为这些三维体极其相似 再细看 人们辨认出了他们所表达的东西 一阵巨大的恐怖感 席卷了整个三体世界 因为那些东西看起来 都像是眼睛 虽然我们不知道三体人眼睛的形状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任何智慧生物 对眼睛的图像 都是十分敏感的 第六十八集 在三体世界里 元首才是少有的 真正保持着镇静的人 他向科学执政官问道 一个微观粒子 内部的结构能复杂到什么程度 元首 那要看从几维视角来观察了 从一维视角看微观粒子 那就是常人的感觉 一个点而已 从二维和三维的视角看 粒子开始呈现出内部结构 四维视角的基本粒子 已经是一个宏大的世界了 宏大这种词 用在质子这样的微观物上 我总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啊 这一次 科学执政官没有直接回答元首的问题 他自顾自地说下去 在更高的维度上 粒子内部的复杂程度和结构数量 急剧上升 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简单的比较吧 也许没有那么准确啊 只是一个描述而已 七维视角下的基本粒子 其复杂程度 可能已经与三维空间中的 三体星系相当了 在八维视角下 粒子是一个与银河系一样 宏大浩渺的存在 当视角达到九维之后 一个基本粒子内部结构的数量和复杂程度 已经相当于整个宇宙了 至于更高的维度 我们的物理学家还无法探测 其复杂程度 我还想象不出来 元首指了指太空中那些巨大的眼睛 眼前的事情是不是表明 被展开的质子 所包含的微观宇宙中 存在智慧生命 生命这个定义 用在高维度微观宇宙中 恐怕不合适 更准确地说 我们只能说那个宇宙中 存在智能或智慧 这样的可能科学家们 早已预测到了 如此复杂宏大的一个世界 如果没有演化出智慧这样的东西 反倒是不正常了 那他们为什么变化出眼睛 来看着我们 元首仰望天空 这些太空中的眼睛 是很精美的雕塑 栩栩如生 他们仿佛都在看着下面的行星 目光也仿佛很诡异 元首 也许他们只是想显示自己的存在吧 那这些东西 都会落到地面上来吗 不会的 请元首放心 即使落下来 与上次一围展开的细丝一样 这些巨大的物体 全部质量之和也就相当于一个质子而已嘛 不会对我们的世界产生任何影响 人们要做的 只是使自己的心理适应这种奇观而已 但是这一次 科学执政观错了 现在 人们可以察觉到 在布满天空的所有三维体中 眼睛们的移动速度明显的比别的几何体快 而且他们都是在向着同一点汇聚 很快 两个眼睛相遇了 合为一体 合成后的形状仍是眼睛 只是体积增大了 更多的眼睛加入合成体 后者的体积也在迅速增大 到最后 所有的眼睛合为一体 这颗眼睛是如此巨大 仿佛代表着整个宇宙在盯着三体世界 他的眸子清澈明亮 中心映着一轮太阳 在广阔的眼瞼上 缤纷的色彩如洪水般滚滚而过 时间不长 巨眼表面的细节开始变淡 悄悄地消失了 巨眼变成了一只没有眸子的盲眼 然后它的形状开始改变 最后完全失去了眼睛的形状 变成一个完美的圆 当这个巨圆开始缓缓转动的时候 人们发现它并不是平面 而是一个抛物面 像从一个巨球上切下的一部分 军事执政官盯着空中那个缓缓转动的巨雾 突然悟出了什么 他大喊了一声 元首快 还有其他人赶快进地下掩蔽室 然后他指上方 他是 他是一面反射镜 元首依然是那么冷静 命令太空防御部队 立刻摧毁他 我们就在这里看着 哪儿也不去 反射镜聚焦的阳光 此时已经投射到三体行星上 最初光斑的面积很大 焦点的热量还不具备杀伤力 这个光斑在大陆上移动着 寻找着目标 反射镜显然发现了首都这个最大的城市 光斑向这里一来 很快 首都已经照在了他的范围之内 聚摆纪念碑下的人们 只看到太空中出现一团巨大的光亮 这光强的已经演去了空中其他的一切 与此同时 人们感到了一阵酷热袭来 笼罩首都的大光斑在迅速地收缩 这是反射镜在进一步聚焦阳光 太空中的光团 亮度继续增强 使人们不能抬头 而光斑内的人们 则感到热度在急剧增加 就在酷热已经不能忍受的时候 光斑的边界扫过了聚摆纪念碑 一切都骤然暗了下来 这里的人们花了好一会儿 才使眼睛适应了正常的光亮 他们抬头首先看到的是一根顶天立地的光柱 成道锥形 太空中的反射镜就是光锥的底部 光锥的头部正刺中首都的中心 使那里的一切都在短时间内变成白痴状态 滚滚的烟柱从那里腾空而起 被光锥的不均匀热量引发的龙卷风 则形成了另外几根接天的沉柱 围绕着光锥 扭动舞蹈着 几团耀眼的火球在反射镜的不同部分出现了 他们的颜色与反射镜发出的光芒不同 是蓝色的 这是三体世界太空防御部队发射的核弹 在目标上爆炸 由于爆炸是在大气层外面进行的 所以听不到声音 当这几团火球熄灭的时候 反射镜上出现了几个大洞 然后整个镜面开始撕裂 最后破裂成了十几块 与此同时 死亡光锥消失了 世界重新回到正常的光亮之中 人们一时间觉得一切像月夜一般的昏暗 这些已经失去了智能的碎块继续变形 很快与太空中其他的几何体混在一起 不分彼此了 援手带着嘲讽的神情 看了一眼科学执政官 下次展开实验 会怎么样 会不会把一个质子 展开成四围呢 袁寿 即使展开成四围 问题也不大 四围展开后的质子体积要小很多 如果太空防御部队做好准备 对其在三围空间的投影进行攻击 同样可以摧毁它 军事执政官有些愤怒地对科学执政官说道 你是在欺骗袁寿 你闭口不提真正的威胁 如果质子被灵围展开呢 袁寿饶有兴趣地问道 灵围 那就是一个没有大小的点咯 科学执政官非常理性地点了点头 是的 是起点 一个质子与它相比 都是无限大 这个质子的所有质量也将包含在这个起点中 那么它的密度也将无限大 袁寿 您当然能够想象出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 黑洞 是的 我们选择质子 而不是选择中子进行二维展开 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这种威胁 如果万一零维展开真的出现 质子带有的电荷 也会转移到展开后形成的黑洞中 我们就能用电磁力捕捉和控制住它 军事执政官在一旁质问道 那万一你们根本找不到它 或者是控制不住呢 它就可能降落到地面上来 并且在途中吸进遇到的一切物质 迅速增加热量 然后沉到我们行星的地心中 最后把整个三体世界都吸进去 这种事情应该不会发生 我保证 你凭什么保证 你为什么老跟我过不去呢 军事执政官先生 我说过科学实验嘛 好了 不用争论了 元首打断了军事执政官 和科学执政官的争论 然后他又问科学执政官 下次的成功率有多大 几乎是百分之百 元首 请相信我 通过这两次失败 我们已经掌握了 微观至宏观 低微展开的规律 好吧 为了三体文明的生存 这个险必须冒 谢谢元首 但是 如果下次还是失败 你 元首说着 指了一下科学执政官 还有参与质子工程的所有科学家 都是有罪的 是的 当然 都是有罪的 如果三体人能出汗的话 此刻的科学执政官 一定会一身冷汗 第六十九集 对同步轨道上三围展开的质子的清理 要比一围展开的质子容易得多 用小型飞船 就能把那一团团质子物质 脱离行星近地空间 避免它们进入大气层 那些像山脉一样的物质 几乎没有质量 仿佛是巨大的银色幻影 一个婴儿 就能轻松地拖动它们 事后 元首问科学执政官 在这次实验中 我们是不是毁灭了 微观宇宙中的一个文明 科学执政官毫不犹豫地点了一下头 是的 或者说至少是一个智慧体吧 而且 我们毁灭的是整个微宇宙 那个宇宙在高维度上是很宏大的 可能存在的智慧或文明 显然不止一个 只是它们没有机会 向宏观世界表现自己而已 当然 在微观尺度的高维空间 智慧和文明的形态 是我们绝对无法想象的 它们完全是另一种东西 并且 我还想说的是 这种事情可不是第一次发生的 哦 你说不是第一次发生 什么意思 元首 在漫长的科学发展史上 物理学家们用加速器撞击过多少质子啊 又撞击过多少中子和电子 可能不下一亿次吧 每一次撞击 对那个微宇宙中的智慧或文明 都可能是毁灭性的 其实 即使在大自然中 微宇宙的毁灭 也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 比如质子和中子的衰变 还有 进入大气层的一束高能宇宙射线 就可以毁灭成千上万个微宇宙 元首 您不会为此 多愁善感起来吧 你很幽默 我不会的 我是想马上要通知宣传执政官 让他把这个科学事实 向全世界反复渲染 让三体人民明白 文明的毁灭 其实是一件在宇宙中 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 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啊 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是让人民能够坦然面对 三体文明可能的毁灭吗 不 是让他们坦然面对 地球文明的毁灭 你也知道 在我们对地球文明的 基本政策公布之后 激发起了一些极其危险的 和平主义情绪 我们现在才发现 三体世界中 像1379号监听员这样的人 其实还有很多 必须控制和消除这种 脆弱的情绪 袁寿 我认为这种情绪 主要是由最近 来自地球的新信息引起的 您的预测实现了 地球上的一己力量果然在发展 他们建立了一个 完全由自己控制的发射基地 开始源源不断地 向我们发送大量地球文明的信息 我要承认 地球文明 在三体世界是有杀伤力的 对我们的人民来说 那是来自天堂的圣月 地球人的人文思想 会使很多三体人走上精神歧途 三体文明在地球 已经成为一种宗教 而地球文明在三体 也有这个可能 是的 你指出了一个巨大的危险 应该严格限制 来自地球的信息流入民间 特别是文化信息 质子二维展开的第三次实验 在三十个三体石后进行 这次是在夜间 从地面上看不到太空中的 加速器圆环 只有旁边聚变发电站散热片的红光 标示出它的位置 加速器启动后不久 科学执政官就宣布展开成功 人们仰望夜空 开始什么都没有看到 但是很快 他们发现了一个神奇的迹象 星空分成了两部分 这两部分中 星群的图案是对不上的 仿佛两张星空图片叠在一起 小的那张放在大的上面 银河在两者的边界处被截断 小部分的星空是圆形的 正在正常的星空背景上 迅速扩大 文教执政官指着 正在扩大的圆形星空 你们看 那里面的星座是南半球的 当人们正在穷尽自己的想象力 试图理解在行星另一面 才能看到的星空 是如何叠印到 北半球的夜空上面的时候 一个更惊人的景象出现了 在那片扩大中的 南半球星空移动的边缘 出现了一个巨大球体的一部分 那个球体呈褐色 正在像一个速度很慢的 显示屏上的图像一样被扫描出来 那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球体 上面清晰地显现着 熟悉的大陆形状 当球体的显示完成之后 它已经占据了三分之一的天空 其表面的细节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褐色的陆地上布满了山脉的褶皱 一片片云层好像是紧贴着大陆的残血 这个时候有人说出了一个事实 那是我们的行星啊 是的 太空中出现了另一个三体世界 紧接着天色亮了起来 在太空中的第二三体行星旁边 扩大的南半球星空的边界 又扫描出了一轮太阳 这显然是现在正照耀着南半球的那个太阳 但似乎只有它的一半大小 终于有人误出了事情的真相 那是一面镜子 这面在三体世界上方出现的巨镜 就是那里正在被展开成二维平面的质子 这是一个没有厚度的 真正意义上的几何平面 当二维展开完成的时候 苍穹已经完全被南半球的星空所覆盖 天顶正中就是三体行星和太阳的镜像 紧接着周围地平线一圈的星空开始变形 群星的图像被拉长扭曲 像融化后流动一般 这种变形正由周边向上发展 科学执政官解释说 元首 质子平面正在我们星球的引力下弯曲 接着它指了指空中刚刚出现的许多光运 就像有人用晃动的手电筒 罩着洞窟的顶部 那是从地面发出的电磁辐射 对平面的引力弯曲进行调节 以使得质子平面最后把我们星球完全包裹起来 在这之后 电磁辐射仍将持续发射 像许多根浮条一样 维持住这个大球面的稳定 这样三体行星就成了一个固定二维质子的工作平台 在质子平面上集成电路的时刻 就可以开始了 质子的二维平面对三体行星的包裹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当星空的变形 逼近天顶的三体行星印象时 群星从上至下 依次消失了 以弯曲到行星另一面的质子平面 挡住了星空 这时仍有阳光照进已经弯曲成曲面的平面质子内 可以看到三体世界的印象 在太空中的宇宙哈哈镜里 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当最后一缕阳光消失之后 一切都引入无边的黑暗之中 这是三体世界有史以来最黑的夜 在行星的引力和人工电磁辐射的平衡之下 质子平面形成了一个半径为同步轨道的大球壳 将行星完全包在了球心 严寒降临了 全反射的质子平面将所有的阳光反射回太空 三体世界的气温急剧下降 最后降到了曾经导致多轮文明毁灭的三颗飞行同现实的程度 三体世界里绝大多数公民脱水储存 黑暗笼罩在大地上 大地一片死寂 天空中只有维持质子巨魔的电磁辐射激发的微弱的光运在晃动 偶尔还可以看到同步轨道上的极点灯光 那是在巨魔上进行集成电路时刻的飞船 微观集成电路的原理与普通集成电路完全不同 因为其机材不是由原子构成的 它本身就是一个质子 电路的劈根结是对质子平面局部的强护作用力进行纽结而形成 导线也是传导合力介质的 由于电路平面极大 所以电路的宏观尺寸也很大 线路都有发丝粗细 凑近后用肉眼清晰可变 如果飞进质子平面 就能看到一个由精细复杂的集成电路构成的广阔的平原 电路的总面积 是包裹于其中的三体行星陆地面积的几十倍 质子电路时刻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上千艘飞船工作了一万五千个三体石才最后完成 软件的调试又用了五千个三体石 终于到了质子第一次试运行的时刻 第七十集 终于到了质子第一次试运行的时刻 在处于地下深处的质子控制中心的大屏幕上 当冗长的系统自检程序结束之后 接着 显示系统的加载过程 最后空白的蓝屏上出现了一行大字 微智慧2.10 再入完成 质子一号等待指令 科学执政官说道 现在质子诞生了 我们赋予了一个质子智慧 这是我们能够制造的最小的人工智能体了 元首轻轻地点了点头 可在我们现在看来 它是最大的人工智能体了 元首 我们将增加这个质子的维度 它很快会变小的 说完 科学执政官在终端终止上 输入了一句询问 质子一号 空间维度控制功能是否正常 屏幕上马上有了回答 正常 质子一号随时可以启动空间维度控制功能 科学执政官继续输入命令 将维度收缩至三维 这个命令发出之后 包裹三体世界的二维质子巨魔迅速收缩 仿佛宇宇宙中的一只巨手扯开了这个世界的蒙布 几乎在一瞬间 阳光普照大地 质子由二维收缩至三维 变成了同步轨道上的一个巨球 看上去有巨月大小 它正处于星球黑夜的一面 但镜面球面反射的阳光使黑夜变成了白昼 现在 外部世界仍然处于极度严寒之中 控制室中的人们只能从屏幕上目睹这一切 终端上 质子的回答出现了 维度收缩成功 质子一号等待指令 科学执政官把指令输了进去 将维度收缩至四维 太空中巨球迅速收缩 最后看上去只有飞行大小 在星球的这一面 黑夜重新降临 袁寿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球体 不是真正的质子 只是它在三维空间的投影 它是一个四维的巨人 我们的世界是一张三维的保纸 它站在这张纸上 我们只能看到它的脚底 与纸相接触的部分 质子的回答又来了 维度收缩成功 质子一号等待指令 这一次 科学执政官输入的指令是 将维度收缩至六维 太空中的小球消失了 元首问道 六维的质子 有多大 大概半径是 五十单位吧 维度收缩成功 质子一号等待指令 科学执政官继续输入 质子一号 你能看到我们吗 能 我能看到控制室 看到其中的每个人 还能看到每个人的内脏 甚至 还能看到你们内脏的内脏 看着显示终端上的回答 元首惊奇地问道 他在说什么 元首 质子是从六维空间看我们三维空间 就像我们看二维平面上的一张画 当然能看到我们的内部了 质子一号 进入控制室 元首继续问 那他能穿透低层吗 他不是穿透 而是从高维进入 他可以进入我们世界中 任何封闭的空间 这也是三维中的我们和二维平面的关系 就像我们能轻易从上方进入平面上的一个圆 而平面上的二维生物永远不可能 除非他打破那个圆 科学执政官话音刚落 一个镜面球体 便出现在控制室的阵中 悬浮在半空中 元首走过去 看着全反射球面上自己变形的印象 他带着惊奇和感叹说 这是 一个质子 元首 这只是质子的六维实体 在三维空间的投影而已 元首伸出了手 他看了看科学执政官并没有阻止 就接触了质子的表面 在他的手这轻轻一触之下 质子被推移了一段距离 元首不解地说 好像很光滑 它只有一个质子的质量 可我的手上竟有一点阻力感 元首 空气阻力作用于球体的原因 能让他缩回十一围 变成普通质子大小吗 他的话音未落 科学执政官就惊恐地对质子喊道 注意 这不是指令 终端上显示出了一行字 质子一号明白 元首 如果他缩回十一围 我们就永远失去他了 当质子减缩到 普通微观粒子的大小的时候 他内部的传感器和IO接口 将小于所有电磁波的波长 这就意味着 他无法感知宏观世界了 也就无法接受我们的指令了 可我们最终是要让他 恢复为一个微观粒子的 是的 但那要等到质子二号 三号和四号建成 一个以上的质子 能够通过某些量子效应 构成一个感知宏观世界的系统 举个例子来说吧 假设一个原子核内部有两个质子 它们相互之间会遵循一定的运动规则 比如自旋 可能两个质子的自旋方向 必须是相反的 当这两个质子被从原子核中拆开 不管它们相互之间分离到多大的距离 这个规则依然有效 所以如果改变其中一个质子的自旋方向 另一个的自旋方向也必然立刻做出相应的改变 当这两个质子都被建造成质子的话 它们之间就会以这种效应为基础 构成一个相互感应的整体 多个质子则可以构成一个感应阵列 这个阵列的尺度可以达到任意大小 可以接收所有频段的电磁波 也就可以感知宏观世界了 当然 构成质子阵列的量子效应是极其复杂的 我这种说明只是一个比喻而已 其后三个质子的二维展开都是一次成功 每个质子的建造时间也只有一号的一半 质子二号 三号和四号建成之后 四个质子构成的量子感应阵列 也顺利建立了 元首和全体执政官们 再次来到了聚摆纪念碑下 在他们上方 悬浮着四个已经缩至六维的质子 在每个晶莹的镜面球体中 都各自映出了一轮正在升起的太阳 不由让人想起 那些曾经出现在太空中的三维体眼镜 指令发出了 质子阵列 连续维度收缩 至十一维 指令刚一发出 四个镜面球体就消失了 科学执政官说道 元首 质子一号和二号 将飞向地球 凭借着存储在微观电路中庞大的知识库 质子对空间的性质了如指掌 他们可以在真空中汲取能量 在极短的时间内变成高能粒子 以接近光速的速度航行 这看起来违反能量守恒定律 质子其实是从真空结构中借得能量的 但是归还遥遥无期 要等到质子衰变之时 而那个时候 离宇宙末日也就不远了 两个质子到达地球之后 第一个任务就是定位人类用于物理学研究的高能加速器 然后潜伏于其中 在地球文明的科学水平上 对物质深层结构研究所采用的基本方法 就是用经过加速的高能粒子撞击选定的把镖粒子 当把镖粒子被撞碎之后 对结果进行分析 意图找出反映物质深层结构的信息 在实际的实验中 适用含有把镖粒子的物质作为撞击目标 物质的内部几乎全是空的 如果一个原子有一座剧院那么大 而原子核则只是悬浮在剧院中的一个核桃 所以成功的撞击是十分罕见的 往往在大量的高能粒子 长时间轰击把镖材料之后 才发生一次 这种实验就像是从夏天的一场大暴雨中 找出颜色稍有不同的一个雨点 所以 说到这儿 科学执政官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 这就给了质子一个机会 使他可以代替把镖粒子去接受撞击 由于我们的质子具有很高的智能 通过量子感应阵列 他们能在极短的时间内精确判断轰击粒子的轨迹 然后移动到适当的位置上 所以 对质子撞击的成功率 是对普通把镖粒子的上亿倍 当质子被撞击后 他们就会有意给出错误或者是混乱的结果 即使偶尔有对预定把镖粒子正确的撞击发生 我相信地球的物理学家们 也不可能将正确的结果 从一大堆错误的结果中分辨出来 听着科学执政官的侃侃而谈 所有人都禁不住点起了头 忽然军事执政官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七十一集 听着科学执政官的侃侃而谈 所有人都禁不住点起了头 突然军事执政官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如果这样 质子不是也被消耗了吗 科学执政官笑 不会的 质子已经是组成物质的基本结构了 与一般的宏观物质是有本质区别的 它能够被击碎 但不可能被消灭 事实上 当一个质子被击碎成几部分之后 那就产生了几个质子 而且它们之间仍存在着牢固的量子联系 就像你切断一根磁铁 却得到了两根磁铁一样 虽然每个碎片质子的功能 会大大低于原来的整体质子 但在修复软件的指挥下 各个碎片能迅速靠拢 重新组合成一个与撞击前一模一样的整体质子 并且这个过程是在撞击发生之后 碎片质子在高能加速器气泡式或乳胶感光片上 显示出错误结果后完成的 只需百万分之一秒 那是否存在这种可能 地球人用某种方法将质子识别出来 然后就用一个强电磁场将其捕获 并且禁锢起来 据我所知质子是带正电荷的吗 这就更不可能了 要识别出质子 就需要人类在物质深层结构研究上的突破 但是高能加速器都变成了一堆废铁 这种研究又如何进行呢 就相当于猎人的眼睛 已经先被他要射的猎物给抓瞎了 工业执政官说道 那地球人也许还会有一个笨办法 他们可以建造大量的加速器 超过我们建造质子的速度 那么地球上总有某台加速器中 没有质子潜伏 那他们就会得到正确的结果呀 这个问题倒是科学执政官兴奋起来了 这是质子计划中最有趣的一点 工业执政官先生 您不必担心建造大量的质子 会使三体世界的经济崩溃 我们不必这么做 也许还会再建造几个质子 但不会更多 事实上 有这两个就足够了 因为每个质子在行为上 是多现成的 多现成 什么意思 啊 这是古老的串行计算机的一个术语 那个时候 计算机的中央处理器 每一时刻只能运行单一的程序 但是因为它的速度非常快 再加上中断的调度 在我们处于低速层面的观察者看来 计算机是在同时运行多个程序 你知道 质子能以接近光速的速度运动 而地球世界相对于光速而言 那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如果质子以这个速度 在地球上不同的加速器之间巡回 那么在地球人看来 它就像同时存在于每台加速器之中啊 能够几乎同时在所有的加速器中 制造错误的撞击的结果 我们计算过 每个质子可以控制多达一万台高能加速器 而地球人建造一台这样的加速器 就需要四五年的时间 从经济和资源的角度看 也不大可能大量建造 当然 它们可以拉大加速器的距离 比如说 在它们星系的各个行星上建造 这确实能破坏质子的多线程操作 但在这样长的时间内 三体世界再造出十个或者是更多的质子 也不困难 越来越多的质子 将在那个星系中游荡 它们合在一起 也没有细菌的亿万分之一那么大 但却使地球上的物理学家们 永远无法窥见物质深处的秘密 地球人对微观维度的控制 将被限定在五维以下 不要说四百五十万石 就是四百五十万亿石 地球文明的科学技术 也不会有本质的突破 它们将永远处于原始时代 地球的科学 已经被彻底锁死 这个琐事如此的牢固 凭人类自身的力量 是永远无法挣脱出来的 这真是太奇妙了 军事执政官由衷地说道 请原谅我以前对质子工程的施敬 事实上地球目前只有三台达到了 可能取得突破性研究成果 所需能及的加速器 质子一号和质子二号 到达地球之后将几乎处于闲置状态 为了充分利用它们的工作能力 除了对那三台加速器进行干扰之外 我们还为质子安排了其他的工作 它们将成为 实施神迹计划的主要技术手段 这质子还能制造神迹 对于地球人而言 是的 大家都知道 高能粒子可以使胶片感光 这也是地球原始的加速器 显示单个粒子的手段之一 质子在高能态上每穿过一次胶片 就会在上面产生一个感光点 它们来回穿过 就可以将这些点连成一排字母或数字 甚至是图形 就像绣花一样 这个过程速度极快 远快过地球人的照相机拍摄胶片时候的感光速度 另外 地球人的视网膜 与我们三体人类似 这样 高能质子也能用同样的方式 在它们的视网膜上打出字母 数字 或者是图形 如果说以上这些小神迹 能使地球人迷惑或恐惧的话 那下一个巨型神迹 足以把那些虫子科学家吓死 质子能使它们眼中的宇宙背景辐射 发生整体闪烁 这对我们的科学家来说也很恐怖啊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很简单 我们已经编制了 使质子自行二维展开的软件 展开完成之后 用那个巨大的平面包住地球 这个软件还可以使展开后的平面是透明的 但在宇宙背景辐射的波段上 其透明度可以进行调节 当然 至此进行各种维度的展开的时候 可以显示更加宏伟的神迹 相应的软件 也正在开发之中 这些神迹 将制造一种 足以将人类科学思想引上歧途的氛围 如此一来 我们可以利用神迹计划 对地球世界中物理学以外的科学 也形成强有力的遏制 那最后一个问题 为什么不把已有的四个质子 全部都发往地球呢 量子感应是超巨的 即使四个质子分出宇宙的两端 感应照样可以在瞬间传递 它们构成的量子阵列 依然存在 把三号和四号质子留在这里 它们就可以实时接收 位于地球的一号和二号质子 发回的信息 这样就实现了三体世界 对地球的实时监视 同时质子阵列 也使三体世界 能够与地球文明中的一己分子 进行实时通讯呢 此时援手插画了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战略步骤啊 我们将通过质子阵列 把三体世界对地球文明的真实意图 告诉地球人 那这就是说 我们将告诉他们 三体舰队将通过长期禁止地球人的声誉 使这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 是的 这么做 有两个可能的结果 其一 是使地球人抛弃一切幻想 准备决一死战 第二个结果 就是使他们的社会 在绝望和恐惧之中 堕落 崩溃 通过对已经收到的地球文明的信息 进行仔细地研究 我们认为 后一种的可能性 会更大 不知什么时候 出生的太阳 又消失在地平线下 日出 变成了日落 三体世界的又一个乱纪元 开始了 就在夜文节 阅读三体世界的信息的时候 作战中心内 正在召开另一次重要的会议 对被夺取的三体信息 进行初步的研究 会前 常伟司将军说道 请同志们注意 我们的会议 现在很可能已经在质子的监视之下了 以后 任何秘密 都将不复存在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周围还是熟悉的一切 拉下的窗帘上 摇曳着夏天的树影 但在所有 遇会者的眼中 这个世界已经不同于以往了 他们感觉到了一双 无所不在的眼睛 盯着自己 在这双眼睛下 这个世界已经无处躲藏 这种感觉将缠绕他们一生 连他们的子孙后代 也无法逃脱 人类要经过许多年 才能在精神上 适应这种处境 就在常伟司说完这句话的三秒钟之后 三体世界 与地球叛军之外的人类 进行了第一次交流 这以后 他们就中断了 与地球三体叛军降临派的通信 在所有遇会者的有生之年 三体世界 再也没有发来 任何信息 此时 作战中心所有人的眼睛 都看到了那个信息 就像汪渺 看到倒计时一样 信息只闪现了 不到两秒钟就消失了 但是所有人 都准确地读出了他的内容 只有五个字 你们 是虫子 第七十二集 在丁一家宽敞而空旷的客厅里 汪渺和丁一 正套在那张台球桌旁边聊天 汪渺说道 看完那些材料 你一定想到了三年前 因球状闪电研究发现的红原子吧 那可是你最辉煌的时代哦 是啊 我一直在建立红原子的理论 现在我受到了启发 红原子很可能就是普通原子在低维度的展开 这种展开是由某种我们不知道的自然力量完成的 展开可能发生在宇宙大爆炸之后不久 也可能现在仍然时时刻刻都在进行 也许这个宇宙所有的原子在漫长的时间里 最后都会展开到低维 我们宇宙的最终结局 就是变成低维度原子构成的红宇宙 这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伤的增长过程吧 哎呀 我当时还以为 红原子的发现能给物理学带来突破呢 现在看来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啊 丁怡说着 起身到书房去翻找什么 汪淼继续问道 那为什么呢 既然我们可以捕获红原子 难道就不能绕开高能加速器 直接从红原子中研究物质的深层结构吗 当初啊 就是这么想的 丁怡说着从书房中走了出来 手里拿着一个精致的银边相框 现在看起来很可笑啊 说着 他弯腰从脏乱的地板上捡起了一个烟头 还是看看这个过滤嘴吧 我们说过他的二维面积展开来 有客厅这么大 是吧 但是要真的展开了 你能从那个平面上研究出过滤嘴曾经的三维结构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 那些三维结构的信息在展开的时候已经消失了 就像打碎了的杯子不可能还原 原子在自然状态下的低维展开是不可逆的 三体那些科学家的高明之处 就在于他们对粒子低维展开的同时还保留了高维结构的信息 那就是这个过程成为可逆的了 而我们要想研究物质的深层结构啊 还只能从十一维微观维度开始 也就是说离不开加速器的 打个比方 加速器是我们的算盘和计算尺 只有通过它们 我们才可能发明出电子计算机嘛 你看看这个 丁怡让汪淼看那个相框中的照片 照片上 一名年轻美丽的少校女军官 站在一群孩子们中间 她目光清澈 动人地微笑着 她和孩子们站在一片修剪得很好的绿草坪上 前面有几只白色的小动物 在他们的后面 有一栋很高大的厂房一样的建筑 墙上画着色彩鲜艳的卡通动物 还有气球 鲜花什么的 汪淼看着照片 这是在杨冬之前认识的 你的生活够丰富的啊 哎呀 她叫林云 对球状闪电研究和红原子的发现 做出了关键性质的贡献 可以这么说 没有她 就没有这个发现 哎 那我没有听你说过她呀 是啊 因为一些你同样没听说过的事情 不过我一直觉得 这对她不公平 那 那她现在在哪儿啊 在 在一个地方 或一些地方 她要是现在能出现该有多好啊 对于丁怡这奇怪的回答 汪淼没有在意 她对照片上的那个女性也不感兴趣 她把相框还给丁怡 一摆手 无所谓了 一切都无所谓啊 是啊 一切都无所谓 丁怡说着 把相框在台球桌上端正地摆好 看着她 伸手去购桌角的一瓶酒 当史强推门进来的时候 两个人已经喝得有八分醉了 他们看到大使之后都很兴奋 汪淼站起来 直接搂住了大使的肩膀 哎呀 大使啊 史警官 丁怡则晃晃悠悠地 找了一个杯子 放在台球桌上 给她倒酒 我说 史警官啊 你那个邪招啊 还真是牛 不过呢 还不如不出呢 那个信息啊 我们看不看 四百多年后都一样的 大使在台球桌前坐下 两双眼睛贼溜溜地 看着他们两个 哎 我说两位科学家啊 这事儿 真的就像你们说的那样 啥都完了 当然 什么都完了 那 加速器不能用 这物质结构不能研究 就什么都完了 对啊 那 你说呢 哎 这 技术不是还在进步吗 大使说着 又拍了拍汪淼 你看 汪院士他们还搞出了什么 纳米材料吗 大使啊 你想象一个古代的王国 他们的技术也在进步 能为士兵造出更好的刀啊 剑啊 长矛 甚至还有可能造出 像机关枪那样连发的弓弩 对不对 大使 大使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啊 我明白了 但是如果他们不知道物质是由分子原子组成的 就永远造不出导弹和卫星 对吧 科学水平受到了局限 对吧 哎 哎 这回说对了 哎 我早就看出来了嘛 啊 石警官是一个聪明人 哎 虽然看起来 哎 大使 汪淼打断了定义 是的 你这回说对了 物质深层结构的研究是其他一切科学基础的基础啊 如果这个没有进展 那什么都是就像你说的那个词什么来着 哎 扯淡 丁一又指了指汪淼 大使啊 我们汪院士这辈子还是不会闲着的 他可以继续改进那些刀啊剑啊长矛啊 啊 哼 可是我呢 我以后干什么呀 啊 天知道我干什么 丁一说着 把他面前的一个空酒瓶扔到了桌子上 然后又捡起了一个台球 砸了过去 汪淼举起了酒杯 哎 你这是好事情 我们这辈子反正都能打发完的嘛 今后 颓废和堕落 倒是有理由啦 我们都是虫子了嘛 我们都是即将要灭绝的虫子了 对不对 说得好 说得好 汪院士 来 喂 虫子干杯 没有想到世界末日 很爽嘛 来来来 虫子万岁 来 枝子万岁 末日万岁 来 大使看着这两位科学家 摇了摇头 把面前的那杯酒一口干了 然后又摇了摇头 瞧你们俩那熊样 丁一用醉眼 盯着大使 啥叫熊样啊 你想干什么 你能让我们振作起来 走 大使说着站了起来 去哪儿 去跟我找振作去啊 哎呀 行了 大使 坐下来 坐下来 来 跟我们俩一起喝一杯 喝一杯 哎呀 你走吧 走 你们俩都走 走 大使说着 扯着两个人的胳膊 把他们都拽起来 呃 你们把酒都拿上 下楼之后 三个人上了大使的车 当车开动的时候 汪淼大着舌头问 大使 咱们 去哪儿啊 大使就回答了五个字 不远 我老家 车很快开出了城市 沿着高速公路向西及时 刚刚进入河北境内 大使 就开下了高速 又开了一段 他停下车 把车里的两个人拖了出来 丁一和汪淼一下车 午后灿烂的阳光就让他们眯起了眼 覆盖着麦田的华北大平原 在他们面前 铺展开来 汪淼奇怪地问 大使 你带我们来这儿干什么 大使点上了一根斯坦顿上校送给他的雪茄 然后 又用雪茄 指了指前面的麦田 看虫子啊 汪淼和丁一这才发现 田野 被厚厚的一层蝗虫覆盖了 每根麦杆上都爬了好几只 地面上更多的蝗虫在蝗动着 看上去 像是一种粘稠的液体 汪淼赶走田耿一小片地上的蝗虫坐了下来 这个地方也有蝗灾了 像沙尘暴一样 十年前就有了 不过今年最厉害啊 那又怎么样 大使 什么都无所谓了 丁一依然带着未消的醉意 我只是想请你们二位 来这儿想一个问题 是地球人与三体人的技术水平差距大呢 还是蝗虫与咱们人类的技术水平差距大 这个问题像一瓢冷水 泼在了两名最久的科学家的头上 他们盯着面前成堆的蝗虫 表情渐渐地凝重起来 两个人很快就明白了 大使的意思 是啊 这就是虫子呀 他们的技术与我们的差距 远远大于我们与三体文明的差距啊 人类竭尽全力去消灭他们 用尽了各种毒计 用飞机喷洒 引进培养他们的天敌 搜寻并毁掉他们的卵 用基因改造使他们绝育 用火烧他们 用水淹他们 甚至每个家庭 都有对付他们的灭害灵 每个办公桌下 都有像苍蝇派这种击杀他们的武器 这种漫长的战争 伴随了整个人类的文明啊 可到现在 仍然胜负未定 虫子并没有被灭绝 他们照样傲行于天地之间 而他们的数量 也并不比人类出现之前少 把人类看作虫子的三体人 似乎忘记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 虫子 从来就没有被真正的 战胜过 汪鸟向大使伸出了手 大使 谢谢你啊 丁仪也握住了大使的另一只手 我也谢谢你啊 汪鸟说道 那我们就回去吧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 此刻 太阳被一小片黑云遮住了 在大地上投下了一团移动的阴影 这不是普通的云 是刚刚到来的一大群蝗虫 他们很快开始 在附近的田野上降落 汪鸟 丁仪 和大使 他们三个沐浴在生命的暴雨之中 感受着地球生命的尊严 丁仪和汪鸟 把手中拎着的两瓶酒 徐徐地洒在了脚下的华北平原上 这酒 是净虫子的 第一集 当得知三体文明的真相之后 叶文杰沉默了 他很少说话 只是提了一个要求 想回红岸基地遗址 看一看 谁也不会相信 叶文杰能够凭着自己的体力 再次登上雷达峰 但他最后还是做到了 一路上没有让别人去搀扶 只是在山腰间已经废弃的港亭中 休息了两次 他在毫不怜惜地 消耗着自己已经不可再生的生命力 当一行人登上山的时候 雷达峰的峰顶刚刚探出云层 在阴霾的雾气中行走了一天 现在一下子看到了 在西天灿烂照耀着的太阳和湛蓝的晴空 真像是登入到了另一个世界 从峰顶上极目望去 云海在阳光下一片银白 那起伏的形状 仿佛是云下的大兴安岭 某种形而上的抽象再现 人们想象中的废墟并不存在 基地被拆除得十分彻底 峰顶只剩下了一片荒草 地基和道路都被掩于其下 看上去只是一片荒野 红暗的一切仿佛从未发生过 但是叶文杰很快就发现了一处遗迹 他走到一块高大的岩石边 拨开了上面丛生的藤腕 露出了斑驳的铁锈 其他人这才发现 岩石原来是一个巨大的金属基座 这就是那个天线的基座 叶文杰轻轻地说 地球文明被外星世界听到的第一声呼唤 就是通过这个基座上的天线 发向太阳 在由太阳放大之后 向整个宇宙转发的 人们在基座旁边 还发现了一块小小的石碑 它几乎被野草完全埋没了 上面写着一行字 红岸基地原址 1968至1987 中国科学院 1989年3月21日 杯是那么的小 与其说是为了纪念 更像是为了忘却 叶文杰走到悬崖边 他曾在这里 亲手结束了两个军人的生命 他并没有像其他同行的人那样 跳望云海 而是把目光集中到一个方向 在那一片云层下面 有一个叫齐家屯的小村庄 叶文杰的心脏艰难地跳动着 像一根即将断裂的琴弦 黑雾 开始在他的眼前漫涌 他用尽生命的最后能量坚持着 在一切都没入永恒的黑暗之前 他想再看一次 红暗基地的日落 在西方的天际 正在云海中下沉的夕阳 仿佛被融化了 太阳的血 在云海和天空中弥漫开来 映现出一大片 壮丽的血红 叶文杰轻轻地说了一句 这是人类的落日 就在叶文杰最后一次 参加地球三体组织聚会的那一天 他又一次来到了女儿杨东的墓地 这片墓地 曾经是一种小小的昆虫 鹤蚁的家园 而鹤蚁已经忘记 这里曾是她的家园 这段时光对于暮色中的大地 和刚刚出现的星星来说 短得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对于鹤蚁来说 却是漫长的 在那个已经被忘却的日子里 鹤蚁的世界颠覆了 泥土飞走 出现了一条又深又宽的峡谷 然后泥土又轰隆隆地飞回来 峡谷消失 在原来峡谷的尽头出现一座黑色的古风 其实在这片广阔的疆域上 这种事情常常发生 泥土飞走又飞回 峡谷出现又消失 然后是孤风降临 好像是给每次灾变 打上一个醒目的标记 鹤蚁和几百个铜族带着幸存的蚁后 向着太阳落下的方向走了一段路 建立了新的帝国 这一次 鹤蚁来到故地 只是觅食途中偶然路过而已 他来到孤风脚下 用触须摸了摸这顶天立地的存在 发现孤风的表面 坚硬 光滑 但是能爬上去 于是他向上爬去 没有什么目的 只是那小小的简陋神经网络中的一次随机扰动所致 这扰动随处可见 在地面的每一株小草和草叶上的每一粒露珠中 在天空中的每一片云和云后的每一颗星辰上 扰动都是无目的的 但巨量的无目的的扰动汇集在一起 目的就出现了 鹤蚁感到了地面的震动 从震动由弱变强的趋势来判断 他知道地面上的另一个巨大的存在 正在向这里运动 他没有理会 继续向孤风上攀爬 在孤风底部和地面形成的直角空间里 有一面珠网 鹤蚁知道那是什么 他小心地绕过了粘在悬崖上的蛛丝 从那个缩起所有的腿 等待着蛛丝震动的蜘蛛旁边经过 他们彼此都感觉到了对方的存在 但同过去的一亿年一样 双方没有任何交流 震动达到高峰后停止了 那个巨大的存在已经来到了孤风前 鹤蚁看到这个存在比孤风还要高许多 遮住了很大的一部分天空 对于这一类存在 鹤蚁并不陌生 他知道 他们是活的 常常出现在这片疆雨 那些出现后很快就消失的峡谷和越来越多的耸现的孤风 都与他们有着密切的关系 鹤蚁继续向上攀登 他知道这类存在一般不会威胁到自己 当然 也有例外 对于遗处下方的那个蜘蛛 这种例外已经出现了 那个存在显然发现了孤风与地面之间的珠网 用一个肢体上拿着的一束花的花饼扶去了它 蜘蛛随着断开的蛛丝落到了草丛中 然后 他把花轻轻地放在了孤风前 这个时候 另一个震动出现了 很微弱 但也在增强中 鹤蚁知道 另一个同类型的存在正在向孤风移动 与此同时 在前方的峭壁上 他遇到了一道长长的沟槽 与峭壁表面相比 钩槽的凹面粗糙一些 颜色也不同 呈灰白色 他沿着钩槽爬 粗糙的表面使攀登容易了许多 钩槽的两端都有短小的细槽 下端的细槽与主槽垂直 上端的细槽则以主槽形成一个角度相交 当鹤蚁重新踏上峭壁光滑的黑色表面后 他对曹的整体形状 有了一个印象 那是 一 这 这是 孤风前的活着的存在突然矮了一半 与孤风的高度相当了 他显然是蹲下了 在露出的那片暗蓝的天空中 星星已经开始稀疏地出现 他 他的眼睛看着孤风的上端 刻意犹豫了一下 决定还是不要直接进入他的视线 于是转向沿着与地面平行的方向爬 很快 他遇到了另一道沟槽 他很留恋沟槽那粗糙的凹面 在上面爬行感觉很好 同时槽面的颜色 也让他想起了以后周围的遗卵 他不惜向下 走回头路 沿着槽爬了一趟 这道槽的形状要复杂些 很弯曲 转了一个完整的圈后 再向下延伸了一段 让他想起在对气味信息的搜寻后 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的过程 他在自己的神经网络中 建立起了他的形状 酒 这个时候 蹲在孤风前的存在发出了声音 这串远超出鹤以理解力的话 是这样的 活着 本身就很妙 如果连这道理都不懂 怎么去探索更深的东西呢 他发出了像穿过草丛的那阵风那样的空气流动的声音 那是叹息 然后 他站了起来 鹤以继续沿着与地面平行的方向爬 进入了第三道沟槽 那是一个近似于直角的转弯 那是 七 鹤以不喜欢这个形状 平时这种不平滑的突然的转向往往意味着危险和战斗 化身掩盖了震动 鹤以这时才感觉到第二个活着的存在已经来到了孤风前 第一个存在站起来 就是为了迎接他 第二个存在 比第一个要矮小瘦弱许多 有一头白发 白发在目空暗蓝的背景上很醒目 那团在微风中浮动的银色 似乎与空中越来越多的星星 有某种联系 叶老师 你 您来了 你是 小罗吧 啊 我叫罗吉 我是杨东的高中同学 您这是 那天知道了这个地方 很不错的 坐车也方便 最近常来这散散步 叶老师 您要节哀啊 都过去了 就这样 叶文杰 见到了罗吉 第二集 孤风上的鹤椅 本来想转向 向上攀登 但他发现前面还有一道凹槽 同在漆之前爬过的 那个他喜欢的形状 酒一模一样 他就在横行过去 爬了一遍这个酒 他觉得这个形状比七和一都好 好在哪里当然说不清楚 这是美感的原始单细胞胎 刚才爬过酒的时候的那种模糊的愉悦感 再次加强了 这是幸福的原始单细胞胎 但这两种精神的单细胞 没有进化的机会 现在同一亿年前一样 同一亿年后 同一亿年后 同一亿年后也一样 小罗啊 东东常提起你 他说你是 搞天文学的 叶老师 以前是 现在我在大学里教社会学 就在您那所学校 不过 我去的时候您已经退休了 社会学啊 跨度这么大呀 是 杨东总是说我这个人心很散 哦 怪不得他说你很聪明的 小聪明而已 我跟你女儿不在一个层次 我只是感觉吧 天文学专业是铁板一块 在哪儿攥个眼儿都不容易 而社会学之类的呢 就是块木板 总能找块薄的地方 钻透的 还比较好混吧 抱着再遇到一个久的愿望 鹤已继续横行 但前面遇到的 却是一道直直的 与地面平行的横草 好像是第一道草横放了 但它比一长 两端没有小细草 就是一条直线的样子 不要这么说嘛 就是假设宇宙中分布着 数量巨大的文明 它们的数目 与能观测到的星星是一个数量级的 很多很多 这些文明 这些文明构成了一个总体的宇宙社会 宇宙社会学呢 就是研究这个超级社会的形态 孤峰上的鹤已继续横向爬了不远 期望在爬过形状 为一条直线的凹槽之后 再找到一个他喜欢的九 但他遇到的是二 这条路线前面部分很舒适 但后面的几转弯 像前面的七一样恐怖 似乎是一个不祥之招 鹤已继续横爬 下一道凹槽是一个封闭的形状 零 这种路程是九的一部分 但却是一个陷阱 生活需要平滑 但也需要一个方向 不能总是回到起点 鹤已是懂这个的 虽然前面还有两道凹槽 但他已经失去了兴趣 转身向上攀登了 可是 叶老师啊 目前只知道我们这一个闻名啊 正因为如此 没有人去做这个事情啊 这就留给你一个机会嘛 哎 这很有意思啊 叶老师 您说下去 我这么想呢 是因为能把你的两个专业结合起来 宇宙社会学 比起人类社会学来 呈现出更清晰的数学结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叶文杰指了指天空 西方的目光仍然很亮 空中的星星 少得可以轻易数出来 这很容易使人回想起 一个星星都没有出现时的苍穹 那蓝色的虚空 透出一片广阔的茫然 仿佛是大理石雕像 那没有同人的眼睫 现在尽管星星很稀少 这巨大的空间却有了同人 于是空虚有了内容 宇宙有了视觉 但与空间相比 星星都是这么的微小 只是一个一个 若隐若现的银色小点 似乎暗示了宇宙雕刻者的 某种不安 他克服不了给宇宙 点上同人的欲望 但对于宇宙之眼赋予视觉 又怀着某种巨大的恐惧 最后 空间的巨大和星星的微小 就是这种欲望和恐惧平衡的结果 昭示着某种超越一切的谨慎 你看 星星都是一个一个的点 宇宙中各个文明社会的复杂结构 其中的混沌和随机的因素 都被这样巨大的距离滤去了 那些文明在我们看来 就是一个一个拥有参数的点 这在数学上就比较容易处理了 可是 叶老师 您说的宇宙社会学 没有任何可供研究的实际材料啊 也不太可能进行调查和实验 所以啊 你最后的成果就是纯理论的 就像欧式几何一样 先设定几条简单的 不正自明的公理 再在这些公理的基础上 推导出整个理论体系 这真是太有意思了 可是 宇宙社会学的公理是什么呢 第一 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 第二 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 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 鹤蚁向上爬了不远 才知道上方也有凹槽 而且是一堆凹槽的组合 结构像迷宫一般复杂 鹤蚁对形状是敏感的 他自信能够搞清这个形状 但为此 要把前面爬过的那些形状都忘掉 因为他那小小的神经网络的存储量 是有限的 他忘掉久的时候 并没有感到遗憾 不断忘却 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必须要终身记住的东西并不多 都被基因刻在被称作本能的 那部分存储去了 清空记忆之后 他进入迷宫 经过一阵曲折的爬行 他在自己简陋的意识中 把这个形状建立起来了 是墓地的墓子 再向上 又是一个凹槽的组合 但比前一个简单多了 不过为了探索他 赫以仍不得不清空记忆 忘掉了墓子 他首先爬进了一道线条优美的草 这形态让他想起了不久前 发现的一只刚刚死掉的 锅锅的肚子 他很快搞清了这个结构 是知乎者也的知子 以后向上的攀登路程中 又遇到两个凹槽的组合 前一个中包括两个水滴状的坑 和一个锅锅的肚子 是冬天的冬 最上面的一个分成两部分 组合起来 是白羊的羊 这是赫以最后记住的一个形状 也是他这段攀登旅程中 唯一记住的一个 前面爬过的那些有趣的形状 他都忘掉了 叶老师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 这两条弓里都是足够坚实的 你这么快就说出来 好像胸有成竹似的 罗吉有些吃惊地说 我已经想了大半辈子了 但确实是第一次跟人谈起这个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谈 要想从这两条弓里推论出宇宙社会学的基本图景 还有两个重要的概念 猜疑链和技术爆炸 猜疑链 技术爆炸 这是很有意思的两个名词啊 你能再解释一下吗 叶文杰看了看表 没有时间了 其实你这么聪明 自己也能想出来 你可以先从这两条弓里着手 创立这门学科 那你呢 就有可能成为宇宙社会学的欧基里德了 叶老师 我可成不了欧基里德 但是我会记住您的话的 试着去做做 以后我可能还会去向您请教 怕是没有机会了 或者 你就当我随便说说吧 不管是哪种情况 我都尽了责任了 好了 小罗 我走了 叶老师 您多多保重啊 叶文杰在暮色中离去了 走向他那最后的聚会 贺乙继续攀登 进入了峭壁上的一个圆池 池内光滑的表面上 有一个极其复杂的图像 他知道自己那小小的神经网络 绝对无力存储这样的东西 但了解了图像的大概形状之后 他又有了对酒的感觉 元细胞胎的美感 又萌动了一下 而且 他还似乎认出了图像中的一部分 那是一双眼睛 贺乙对眼睛多少是有一些敏感的 因为被眼睛注视着 就意味着危险 不过此时 他没有什么忧虑 因为他知道这双眼睛没有生命 贺乙已经忘了那个叫罗吉的巨大的存在 在第一次发出声音前 蹲下来凝视孤峰上端的情形 当时罗吉凝视的就是这双眼睛 接着他爬出圆池攀上风顶 在这里 他并没有一览中山小的感觉 因为他不怕从高处坠落 他曾多次被风从比这高得多的地方吹下去 但是毫发无损 没有了对高处的恐惧 就体会不到高处的美 在孤峰脚下 那只被罗吉用花柄浮落的蜘蛛 开始重建猪王 他从峭壁上拉出一根晶莹的丝 把自己像钟摆似的甩到地面上 这样做了三次 网的骨架就完成了 他的网被破坏一万次 他就重建一万次 对这个过程 他没有厌烦 也没有绝望 也没有乐趣 一亿年来 一直如此 罗吉静力了一会儿 也走了 当地面的震动消失之后 鹤蚁从孤峰的另一边向下爬去 他要赶回以学 报告那只死甲虫的位置 天空中的星星 密了起来 在孤峰的脚下 鹤蚁又与蜘蛛交错而过 他们再次感觉到了对方的存在 但仍然 没有交流 鹤蚁和蜘蛛不知道 在宇宙文明公里诞生的时候 除了那个秉息聆听的遥远的世界 仅就地球生命而言 他们 是仅有的见证者 第三集 更早一些时候 某一天的深夜 迈克·伊文斯 站在审判日号的船首 星空下的太平洋 像一块黑色的巨断 在下面划过 伊文斯喜欢在这种时候 与那个遥远的世界对话 因为在星空和夜海的背景上 质子在视网膜上打出的字 会更加地醒目 字幕出现了 这是我们的第二十二次实时对话 我们在交流上 遇到一些困难 是的 主啊 我发现我们发给您的人类文献资料 有相当部分 您实际上没有看懂 字幕继续出现 是的 你们把其中的所有元素 都解释得很清楚 但整体上总是无法理解 好像是因为你们的世界 比我们多了什么东西 比我们多了什么东西 而有时 又像是少了什么东西 那 这多的和少的 是同一种东西吗 是的 我们不知道是多了还是少了 那会是什么呢 我们仔细研究了你们的文献 发现理解困难的关键 在于一对同一词上 同一词 什么同一词 你们的语言中 有许多同一词和近一词 以我们最初收到的汉语而言 就有寒和冷 重和尘 长和远这一类 它们表达相同的含义 是的 那您刚才说的 导致理解障碍的 是哪一对同一词呢 想和说 我们惊奇地发现 它们原来 不是同一词 它们 本来就不是同一词啊 按我们的理解 它们应该是同一词 想 就是用思维器官 进行思维活动 说 就是把思维的内容 传达给同类 后者 在你们的世界 是通过被称为 声带的器官 对空气的振动波 进行调制 来实现的 这两个定义 你认为正确吗 正确 是的 但是由此 不正表明 想和说 不是同一词吗 按照我们的理解 这正表明 它们 是同一词 哦 主啊 呃 您能让我 稍稍想一想吗 好的 我们都需要 想一想 伊文斯看着星光下 涌动的羊面 思考了两分钟 然后他继续说道 我的主啊 你们的交流器官 是什么 我们没有交流器官 我们的大脑 可以把思维 向外界显示出来 这样就实现了交流 显示思维 怎么实现呢 大脑思维发出电磁波 包括我们的可见光 在内的各种波长 可以在相当远的距离上显示 哦 也就是说 对你们而言 想 就是说 对吗 所以 它们是同一词 哦 但即使如此 应该也不会造成 对文献理解的障碍啊 是的 在思维和交流方面 我们之间的差异并不大 我们都有大脑 而且 大脑都是以 巨量神经元互联的方式 产生智能 唯一的区别 是我们的脑电波更强 能直接被同类接收 因而省去了交流器官 就这么一点差异 不不不 这中间 可能还隐藏着更大的差异 我的主 请让我再想一想 好的 一文思 一文思离开了船首 在甲板上漫步着 船弦外 太平洋 仍在夜色中 无声的起伏 他把太平洋 想象成一个正在思维的大脑 主啊 我想给你讲一个小故事 作为准备 您理解以下几个元素吗 狼 孩子 外婆 林中的小屋 这么几个词汇 这都是很好理解的元素 只是关于外婆 我知道 是人类的一种血缘关系 通常年纪比较大 在血缘结构中的位置 还需要你解释一下 这不重要 您只需要知道 外婆与孩子们的关系 是很亲密的 她是孩子们最信任的人之一 就可以了 理解 好 那我把故事简化一下 外婆有事外出 把孩子们留在小屋里 嘱咐孩子们一定要关好门 除了她之外 不要给任何人开门 外婆在路上遇到了狼 狼把外婆吃了 并且穿上了外婆的衣服 装扮成外婆的样子 来到小屋前叫门 狼对屋里的孩子们说 我是你们的外婆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请把门打开 孩子们透过门缝 看到确实是外婆的样子 就把门打开了 狼进了屋子 把孩子们都吃掉了 就是这个故事 卓 您能理解吗 完全无法理解 哦 那我可能猜对了 首先 狼一直想进入小屋 吃掉孩子们 对吗 是的 他与孩子们进行了交流 是吗 是的 这就不可理解了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不应该与孩子们交流的 为什么呢 这不是很明显的事吗 如果他们之间进行交流 孩子们就会知道 他要进屋吃掉他们的企图 当然就不会给他开门了 看到这一行字幕 伊文斯沉默了良久啊 我明白了 主啊 我明白了 你明白了什么 这一切 不都是很明白的吗 主啊 你们的思维对外界是完全暴露的 不可能隐藏 对吗 思维怎么能隐藏呢 你的想法太不可思议了 这也就是说 你们的思维和记忆对外界是全透明的 像一本放在公共场合的书 或者说是在广场上放映的电影 或者像一个全透明鱼缸里的鱼 是完全暴露的 可以从外界一览无鱼 我上面说的这些元素 您可能 我都理解 这一切不是很自然的吗 伊文斯又沉默了良久 原来是这样的 我的主啊 当你们面对面交流的时候 所交流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不可能欺骗 不可能撒谎 那你们就不可能进行 复杂的战略思维 不只是面对面 我们可以在相当远的距离上交流 另外 欺骗 撒谎 这两个词 我们一直难以理解 一个思想全透明的社会 是怎样的社会啊 会产生怎样的文化和怎样的政治呢 你们没有计谋 不可能伪装 计谋 伪装 是什么 字幕继续闪现 人类的交流器官 不过是一种进化的缺陷而已 是对你们大脑 无法产生强思维电波的 一种不得已的补偿 是你们的一种生物学上的劣势 用思维的直接显示 当然是效率更高的高级交流方式 不不不 主啊 您错了 缺陷 劣势 不 这一次您是完完全全的错了 是吗 让我也想一想吧 很可惜 你看不到我的思想 这一次对话的间隔时间很长 字幕有二十分钟都没有出现 伊文斯已经从船首夺到了船尾了 他看到有一对鱼不断地从海里跃出 在海面上方滑出一条在星光下银光闪闪的弧线 伊文斯感觉那很像映在海洋瞳孔上的字幕 他曾经在南中国海的渔船上呆过一段时间 渔民们把这种景象叫龙兵过 就在这个时候 他自己眼睛中的字幕也出现了 你是对的 现在回想那些文献 我有些懂了 主啊 你要真正弄懂人类的那些东西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甚至怀疑 您最终是否有可能弄懂啊 是的 真的是太复杂了 我现在只是知道了 自己以前为什么不理解 你是对的 我的主啊 您需要我们 字幕最后打出来五个字 我 害怕你们 对话中断了 这是伊文斯最后一次收到来自三体世界的信息 他站在船尾 看着审判日号雪白的航迹 延伸到迷蒙的夜幕中 就像 流逝的时间 第四集 面对着唐号航母正在建造的巨大舰体 舰长吴越心中首先浮上来的念头是 怎么看上去这么旧啊 其实他当然知道 由于航母的舰壳采用的是最新的企业保护焊接工艺 会在猛钢板上产生大量 但是并无大碍的污迹 加上闪动的焊弧光产生的效果 才使得即将完工的舰体 看上去是他眼前的这副有些旧的样子 他努力让自己想象出唐号航母涂上灰色船漆后那崭新伟岸的样子 但是并不成功 为唐号航母进行的第四次进海编队训练刚刚完成 在这次为期两个月的航行中 舰长吴越和站在他身旁的政委张北海 成了两个尴尬的角色 由驱逐舰潜艇和补给舰组成的编队归战斗群司令官指挥 而他们将要指挥的唐号航母还在建造船物之中 所以唐号航母本来要处于的位置是由正和号训练舰填补的 并且有的时候干脆就空着 所以在整个训练期间 吴越经常在指挥舰上盯着那片空空的水面发呆 在那片水面上 只有前方舰艇留下的航迹 在交错中不安地躁动着 恰似他的心绪 这片空白最后真的能填上吗 吴越不止一次地问自己 现在再看看建造中的唐号 他看到的已经不仅仅是旧了 他甚至有一种古老的沧桑感 面前的唐号仿佛是一座被废弃的古代巨型要塞 斑驳的舰体就是要塞高大的石墙 从秘密的脚手架上垂下的一缕一缕的汗花 好像是覆盖石墙的植物 这不像是建造 倒像是考古 吴越怕自己再想下去 于是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身旁的张北海身上 北海啊 你父亲的病怎么样啊 张北海轻轻地摇了摇头 不好 也就维持吧 那你请个假吧 他刚住院的时候 我已经请过一次了 现在这形势 到时候再说吧 然后两个人就又沉默了 他们之间每一次 关于个人生活的交流 都是这样 当然 关于工作的交流肯定会多一些 但也总是隔着一层东西 北海啊 以后的工作在分量上 可不比以前啊 既然我们一起到了这个位置 我想咱们之间 应该多沟通沟通 是吧 是 咱们以前应该沟通得很好啊 上级既然把我们俩一起放到了唐号上 那肯定也是考虑了 那肯定也是考虑了咱们以前在长安号上 成功的合作 张北海说着还笑了笑 可仍然是那种让吴越看不懂的笑 但他可以肯定这个微笑是发自内心的 既然发自内心的东西都看不懂 那就根本没希望懂得他这个人了 成功的合作 不等于成功的了解啊 当然 吴越觉得自己在张北海的眼中肯定是全透明的 从舰上的水兵到他这个舰长 张北海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看到他们的内心深处 张北海应该说是一个非常称职的正位 张北海在工作上也是很坦诚的 对于舰长 每件事情前前后后都有很详细的交底 但是他的内心世界 对于吴越来说 一直是一片深不见底的灰色 他总是给吴越一种这样的感觉 就这样做吧 这样做是最好的 最正确的 但这并不是我想的 这种感觉一开始只是隐隐约约 后来越来越明显 当然张北海做的往往是最好和最正确的 但是他是怎么想的 吴越就不知道了 吴越一直坚持这样一个心跳 在战舰指挥这个艰险的岗位上 两个指挥员必须要很好地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 所以这一点一直是吴越心中的一个疙瘩呀 一开始他以为这是张北海对自己的某种防范 他甚至感到很委屈 他觉得在驱逐舰长 这个不上不下的艰难的岗位上 还有谁比自己更坦诚 更没心计吗 我吴越有什么可防的呢 张北海的父亲 在一段不长的时间里 曾经是他们两个共同的上级 关于自己跟自己的搭档 政委 又是老首长的儿子张北海的沟通的问题 吴越专门找老首长汇报了一次 谈完之后 将军只是淡淡地一笑 工作搞好就行了吗 为什么非要知道他的思维方式呢 然后 又有意无意地补上了一句 其实 连我都不知道 吴越正回忆着 张北海指了指坠满汉花的堂号说道 我们到近处看看吧 正在这个时候 他们的手机同时响了 有短信提示他们 立刻回到车上 机要通讯设备 只能在车上使用 一般是有急事发生 才用这个 吴越拉开车门 拿起了话筒 来电话的是 战斗群总部的一位参谋 吴舰长 舰队司令部给你和张政伟的紧急命令 你们二位立刻到总参报到 啊 去总参 那第五次编队训练呢 战斗群已经有一半在海上了 其余的舰艇明天也要起航加入了 吴舰长 这个我不清楚 命令很简单 就只这一项 具体内容你们回来看吧 还没有下水的唐号航空母舰的舰长和政委 对视了一下 这么多年 他们难得地相互心领神会 看来 那一小片海面 要一直空下去了 阿拉斯加格里利宝 几只在雪原上悠闲漫步的扁角鹿 突然警觉了起来 他们感觉到了雪下的地面传来的震动 前方那个白色的半球裂开了 那个东西很早就在那儿了 像一枚埋在地下的大弹 扁角鹿们一直觉得那个东西 不属于这个寒冷的世界 此刻裂开的淡泥 首先喷出了浓烟和烈火 接着在巨响中 孵化出了一个上升的圆柱体 那个圆柱体从地下钻出之后 拖着烈焰迅速升高 灼热的气流吹起了漫天的积雪 落下的时候 变成了一阵雨水 当圆柱体升上高空的时候 扁角鹿们才发现 刚才那令它们恐惧的爆裂景象 好像变得平和 那个圆柱体拖着一根长长的白色尾迹 在高空中消失 仿佛下面的雪原就是一个大白线团 一只看不见的巨手 从线团中抽出一根线 拉向了太空 在千里之外的科罗拉多州 斯普林斯 下沿山地下三百米 北美防空司令部指挥中心 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NMD系统控制室内 目标甄别员 雷德尔把鼠标一扔 懊恼地说道 见鬼啊 就差几秒钟 我就能确定中止发射了 系统警报出现的时候 我就猜到不是这么回事 轨道监测员琼斯 也摇着头说道 旁边的飞兹罗将军问道 那系统攻击的是什么 对于飞兹罗将军来说 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 只是他的新的职责 所涉及的一部分 他并不熟悉 看着那布满一面墙壁的显示屏 飞兹罗将军力图找出 在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的控制中心 能看到的那种直观的画面 比如说一条红线 像懒洋洋的蛇一般 在世界地图上移动 虽然由于地图的平面转换 那条蛇最终会形成一条 令外行费解的正弦波 但至少可以让人感觉到 有东西在射向太空啊 可是在这里 却没有这种直观的图像 每块显示屏上的曲线 都是抽象而杂乱的一团 在他看来毫无意义 更不要提那些飞快滚动的数字屏幕了 这些东西只有在这几个 对他似乎缺少足够尊重的 NMD直勤军官中 才能看得懂 雷德尔回答道 将军 您还记得去年国际空间站的综合舱 换过一块反射膜吗 他们当时把换下来的旧膜给弄丢了 就是那个东西 在太阳风下 一会儿展开 一会儿团起来 那这个东西 在目标甄别数据库中 应该有吧 有的 这就是 雷德尔说着移动鼠标 掉出了一个页面 把一堆复杂的文字数据和表格 推上去之后 显示出了一张不起眼的照片 可能是地面望远镜拍摄的 黑色的背景上 有一块银白色的不规则物 由于表面很强的反光 看不清细节 雷德尔少小 既然有甄别数据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终止发射呢 很抱歉 将军 目标数据库 本来是由系统自动检索识别的 人工反应根本来不及的 但是这一部分数据 还没有从旧系统的格式中转换过来 所以 没有连接到 系统识别的模块上 雷德尔的话里带着委屈 他的意思很明显 我用手代替NMD的超级计算机 这么快就检索出来了 这是我业务熟练的表现 反而受到你这种外行的质问 我怎么能服气呢 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在旁边的值班军官说道 将军 NMD将拦截方向转向太空之后 软件系统 现在还没有调整完毕 我们就接受到了命令 切换到了实战运行状态 这很糟糕 菲兹罗将军 没有再说话 此刻控制室里 传来的嘀嘀哒哒的声音 让他听起来很烦躁 他所面对的 是人类建立的第一个地球防御系统 可是这套系统 只是把已经有的NMD系统的拦截方向 由地球的各大洲 转向了太空而已 第五集 菲兹罗将军 没有再说话 此刻控制室内的滴滴答答的声音 使他很心烦 他所面对的 是人类建立的第一个地球防御系统 可实际上 这只不过是把已有的 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NMD系统的拦截方向 由地球的各大洲 转向了太空而已 忽然 尚尉穷斯兴奋了起来 哎 我觉得大家应该赵张相纪念一下 这应该是人类 对共同的敌人的第一次攻击吗 这里禁止带照相机 雷德尔冷冷地说道 菲兹罗将军突然生气了 你在胡说什么尚尉 系统检测到的根本不是敌人的目标 怎么就成了第一次攻击了呢 在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 仿佛是为了打破这种气氛 雷德尔少校说道 拦截器上带的是核弹头吧 对 一百五十万当量的 怎么了 现在外面天快黑了 按照目标的位置 外面应该能看到爆炸闪光的 雷德尔少校 监视器上也能看 穷斯上尉 在外面的天空上看 肯定更加的漂亮 不是吗 听雷德尔少校这么说 穷斯上尉也恢复了一丝兴奋 他紧张地站起身 将军阁下 我 我已经交班了 可以吗 雷德尔少校也说 我也是 其实他们两个的请示 只是一种礼貌 菲兹罗将军 是地球防御理事会的 一名高级协调员 与北美防空中心 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NMD 都没有什么指挥关系 菲兹罗将军挥了挥手 我不是你们的指挥官 随便吧 年轻人 不过我想提醒你们 也许我们以后 要长期共事的 雷德尔和琼斯以最快的速度 从指挥中心升上地面 穿过那扇几十吨重的防辐射门 来到了下沿山的山顶 黄昏的天空很清澈 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太空中核爆的闪光 穷斯指着天空说道 应该是在那个位置吧 也许是我们错过了 雷德尔说着 他并没有向上看 脸上露出了讥讽的微笑 他们难道真的相信 质子会再次敌尾展开 应该是不可能的 质子是有智慧的 不会给我们第二次机会 真贱贵 让NMD的眼睛向上看 地球上真的就没有需要防御的东西了 就算是恐怖国家都立地成佛了 不是还有地球三体组织吗 行星防御理事会的那帮家伙 那些军方的人 显然想尽快有些成绩 那个菲斯罗将军就是他们一伙的 现在他们可以声称 地球防御系统的第一部分已经建成了 尽管在硬件上 几乎什么都不需要做 系统的唯一目标 就是防止质子在近地轨道空间的低微展开 而达到这个目标所需要的技术 甚至比拦截人类自己的导弹还要容易 因为目标如果真的在那儿 面积将是很大的 所以穷子上尉 我叫你上来 其实就是想说说刚才的事 你怎么像一个不懂事的毛孩子呢 什么第一次攻击啊 照相啊 你惹得将军不高兴了知道吗 你还看不出吗 这家伙是个小心眼儿 可是 我那么说不是在恭维他吗 算了吧 他可是军方最会向外界作秀的人了 他才不会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是系统的误判呢 他会同他们一起把这件事情说成是一次成功的演习 不信你等着瞧 肯定是这样 雷德尔说着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双手向后撑在地面 仰头看着已经出现星星的天空 一脸向往的神情 乔子 你说这娘们要是真的再展开一次 真的给我们一次摧毁她的机会 那该有多好 这有什么用呢 已经证实后续的他们正在源源不断地到达太阳系 谁知道现在有多少了 对了 雷德尔 你刚才说什么 那娘们 你是指质子吗 你为什么不说那小子或那家伙呢 雷德尔仍然仰着头 表情变得如梦如幻 昨天 刚来中心的一个中国上校对我说 在他们的语言中 质子这个名字 像是一个日本女人 中国北京 化工厂老工人张元潮 昨天办完了退休手续 离开了他工作了四十多年的单位 用邻居老杨的话来说 今天他就要开始自己的第二童年了 老杨是一个退休的中学老师 他告诉张元潮 六十岁和十六岁其实是一样的 都是人生最美好的年龄 在这个岁数上 四五十岁时候的负担已经卸下了 而七八十岁时候的迟缓和病痛还没有来临 是享受生活的最好的阶段 对于老张来说 儿子和儿媳妇都有稳定的工作 儿子结婚完 但现在老张也眼看着就要抱孙子了 他们老两口本来是买不起这套房子的 但因为是拆迁户 所以也买到了 现在已经住了一年多了 想想真的一切都很满足了 现在张元潮从他八层的窗子 望着外面晴朗天空下的城市 可心里却没有一点阳光 更不要说什么第二童年的感觉了 现在他不得不承认 关于国家大事的说法 老杨是对的 邻居老杨叫杨晋文 是退休的中学教师 杨晋文经常劝张元潮 要想晚年幸福 比如上网啊 小娃娃都能学会 你怎么就不能学会呢 杨老师还特别指出 你老张最大的缺点就是对外界什么都不感兴趣 你看你老伴 至少还能在那些 长而腻的电视剧前面抹抹眼泪 而你呢 也不看电视 什么都不关心 至少你应该关心国家和世界大事吧 这也是充实生活的一部分呢 要说张元潮也是一个老北京 但是在这一点上 他确实不像是北京人 这个城市里的随便一个出租车司机 都能够高瞻远瞩 滔滔不绝地分析一通国家和世界的形式 而张元潮最多知道国家领导人的名字 其他的什么国家政策和国家大事 一概不太清楚 张元潮却以为自豪啊 他说我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就是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犯不着关心那些不招边的事 反正是跟我没关系的 这一辈子也少了我不少麻烦 倒像是你老杨 天天关心国家大事 新闻联播每天坚持看 还在网上为了国家经济政策 国际核扩散趋势 这些人类的全体的事情 跟人家争得面红耳赤 可也没见政府 因此给你涨半分钱的退休金呢 但是杨老师说他的想法很可笑 什么叫不招边的事呢 什么叫跟你没关系呢 我告诉你老杨 所有的国家和世界大事 国家的每一项重大的决策 包括联合国的每一项决议 都会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渠道 和你的生活发生关系 你以为美国人入侵 委内瑞拉就跟你没关系吗 我告诉你 这事儿对你的退休金的长远影响 可不止半分钱 每次他们这种争论 面对老杨的这副书呆子气 张远潮都是一笑了之 但是现在 他已经知道了 杨静文是对的 就在这个时候 门铃响了 来的正是杨静文 好像刚从外面回来 很悠闲的样子 张远潮看到杨静文 如同在沙漠中的旅人 遇到了同行者拉住不放 我说老杨 你刚才干嘛去了 你跑哪去了你 我去早市转了转 看到你老伴也在买菜 这楼上今儿怎么这么空荡荡呢 像个灵园似的 我说老张啊 今天又不是休息日 可不都这样吗 哦 对对对 今天是你退休第一天 哦 你这个感觉很正常 好在呀 你不是领导 你要是领导啊 你退休更难受 不过你会很快适应的 啊 走走走 咱们先去这个社区活动室 啊 看看有什么玩的啊 不不不 杨老师 杨老师 我不是因为退休啊 我是因为 我是因为国家 不不 我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局势 听老张这么说 老杨哈哈大笑起来 哎 哎 世界局势 这个话 这个话 从你老张的嘴里说出来啊 哎 是是是是 杨老师 我以前是不关心大事啊 可眼前这个事 他 他也太大了 我以前没想过会有这么大的事啊 嘿嘿嘿 老张啊 这说起来很可笑啊 我现在啊 倒是像你看齐了 我不关心那些不招边的事 哎 你信不信 我都已经半个月没有看新闻了 我以前啊 关心国家大事啊 那是因为 人类可以对这些事情产生影响 可以决定他们的结果 可现在呢 这个事情 谁都没有回天之力 我们自寻反导干什么 哎 我说杨老师 那也不能不关心啊 这四百年后人就没了 哼 哪里用得着四百年啊 再过四十年咱俩就没了 用不着四十年 那 那咱们不都断子绝孙了吗 我说老张啊 我这方面的观念没有你那么重啊 我儿子现在在美国 虽然成了家了 也不要孩子 我也觉得没什么呀 至于你老张 还能至少延续十几代吧 你知足吧你 张元朝盯着杨靳文 看了几秒钟 没再说什么 转身打开了电视机 忽然 新闻频道正在播送的一条整点新闻 吸引了他们 这条新闻的内容是 美国国家战略导弹防御系统NMD 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摧毁在禁地轨道低纬展开的质子的实验演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